英国未报 22名中国的苹果产品经销商 涉嫌将苹果iPhone用户的数据非法出售牟利 被浙江警方逮捕 包括用户的电话号码 Apple ID 账号等 被以人民币10元到180元不等价格出售 但警方并未透露 受害者是中国苹果用户 还是海外用户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媒体报道 两名中国籍教师 日前在巴基斯坦遭到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杀害 中共外交部对此表示严重关切 这起事件也反映出北京当局 试图走向国际化的同时 可能遭到恐怖组织的挑战 英国路透社 中共官方公布 中国5月份的生产者物价指数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5.5% 低于市场预估的5.7% 也低于4月份的6.4% 并且已经连续三个月增长不如预期 这项数据也意味着中国的经济持续放缓 美国纽约时报 中共从6月1号实施网络安全法之后 近日来网络上多个娱乐 八卦 名人相关的新闻网站 与微信公众号陆续被关闭 媒体业者抱怨 以往的中国娱乐新闻和体育新闻 还勉强有点言论自由 现在可能所有的新闻都要被政府管控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